你没事吧 该死的顾西城 竟然让我当清洁工 新来的是吧 对 今天第一天上班 看这样 也不像是干清洁的呀 算了 谁让你有门路呢 不过既然来了 就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我们清洁部 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 它可是整个公司的后盾呢 因为有了我们 其他人才能在 舒适的环境里工作 那工作效率才能大大地提高 是吧 所以啊 我们一定得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我们清洁部 一共是十八个人 一人负责一层楼 加上你十九个 对了你叫 您管我叫小夕就行 小夕是吧 那你就去负责一下大厅 大厅和周围的卫生 都归你管 那么大 那么大 就你的工作量算最小的了 快去干活吧 好 好 好 幸来的 用手拖地啊 拖把合桑吧 后边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对不起 错事情 毛里毛躁的 不好意思啊 郭总 来公司这么久 真的特别感谢你 好 我知道 你忙 那不是贺锦西吗 他怎么成了清洁工 他和顾锡成之间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这不是贺锦西吗 或者好好的上暖阳日子不过 怎么来这儿当清洁工了 当清洁工是我的事 我高兴 还别说 就这身衣服 还真挺适合你的 你说 如果顾锡成没瞎 就你这样子 他肯定下不去嘴的 我不会让你接近西场的 看他让你当个清洁工 说明他也没有把你看得太重 何锦西 你说这次 咱们俩谁会赢啊 不管顾锡成让我干什么 这都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 我愿意就行 跟你没关系 再说了 就凭我是他合法妻子这一点上 我永远都比你强 我愿意就行 慢慢让一下 该死的贺锦西 怎么变得这么雅尖嘴力了 这个贺锦西 她怎么会在公司啊 难道 是怕别人坚信顾锡成 所以特地来看着她 这个女人 真是隐魂不散 太讨厌了 对 干嘛呐你 对我有意见 陆姐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不是故意的 你别误会 你是我们顾总特招上来的人 我哪敢误会你呀 还有 我也没比你大几岁 你可千万别着急 以后啊 叫我陆助理就行了 一个小小的助理就敢给我脸色看 等以后我成了总裁夫人 一定让你走人 贺锦西来公司上班 顾西成应该是知道的呀 那他到底什么意思呢 喂 贺锦西 我看到等功流离了 你放心吧 我会尽量开好顾西成的 我知道了 新来的 用头脑呢 没有啊 你说你第一天上班就这么不用心 你是不想干了 没有 我跟你说啊 别以为你有门路 我就不能把你怎么样 你活干完了吗 我 这这 这是什么呀 我刚擦完的 擦完的就这样啊 重新做 这周围 这都归你管 活干完了吗 嗯 用点心 我的妈呀 我 我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过分 再说他也没做错什么 等贺锦西再跟他道歉吧 然后再给他换一个职位就是了 嗯 顾总 您今天中午有一个饭局 我已经帮您安排好了饭店 帮我退掉吧 今天中午 我想在公司的食堂吃饭 食堂 我知道了 你来电子 你没事吧 南宫流离 你干什么呀 我 我怎么了 我看你不小心跌倒 好兴奋你一下 明明就是你把我绊倒的 你怎么血口喷人呢 大家都看见了 明明是你自己 不小心跌倒的 是不是 对啊 对啊 南宫注意那么好人 怎么会把你绊倒呢 就是啊 你自己跌倒 还要赖人家南宫注意 南宫算了吧 算了吧 我们去吃饭吧 对啊 对啊 你走吧 走吧 你干什么冤枉我 神愿望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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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孕 工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知道今天是我不对 对不起 老夫人 你喝茶 你要累了就回屋里歇着吧 景夕啊 今天第一天上班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凭邵夫人的学识 能力 这个一般的工作应该没问题 您放心 就怕她不适应 那不还有少爷吗 是啊 她们俩现在啊 感情这么稳定 我也就放心了 一会儿 你让露露做两样 景夕爱吃的菜 她今天第一天上班 肯定很累 是啊 那您进屋歇着 好 歇会儿 陈主管 南宫这里 您大驾工里有什么事吗 我这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不知道今天总裁怎么了 非要检查你们卫生间 看你们十五楼的卫生间 打扫得不干净 副总挺生气的 还特意派人再去检查 如果再不干净的话 那可能就要靠你们 清洁部的奖金了 我这又是露 过来提醒你一下 南宫助理 我跟他们那是千交代万交代啊 让他们工作一定要认真努力 他们就是不听 南宫助理你放心啊 我这就派人去打扫 一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我看你这人手好像不太够啊 是是是 我们一人负责一层楼 工作量可大了呢 我不是有一个新来的清洁工 那你让他去打扫啊 新来了 我让他打扫大厅了 还就他工作量小一点 行 那我呀 这就让他去打扫去 你看 我这特意来告诉你 如果顾总知道 那肯定不高兴 你可千万不要出卖我啊 南宫助理 你放一百个心 你能来给我通风报信啊 我领你的人情 我肯定不会收手续的 你放心啊 那我先去忙了 你也继续 你继续忙 南宫助理 您慢走啊 新来的啊 又在偷懒呢 那个去把十五层的卫生间给打扫了啊 主管你不是说我只负责大厅还有周围的卫生吗 怎么 那 推三组四啊 不是 身为神龙集团的一名员工 那工作必须得勤奋努力啊 就临时加派你个任务 就办不到了 我不是这个 你这以后还能有什么出息啊 再说了 小夕啊 我呀 这也是给你机会多多表现 是不是 这样的话 以后上升的空间也有 也比别人呢升职得快 是吧 那个主管 我们保洁部再往上升的话 就应该是主管了吧 您的意思是说准备培养我先 小夕 你工作第一天 野性可不小啊 不是您刚才说什么 升职空间大什么的 升到主管 你做梦去吧 本主管的实力 那是你能比的吗 工作去吧 步伐带快 利索点 干什么呢 小心 饭盒 吃的比我还好呢 吃的比我还好呢 你一定要留心 想做梦 要不要 休息 想做梦 这个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不接电话呀 真是无气了 顾总 嗯 嗯 顾总 嗯 有事 我就是想谢谢您 那天在公司 我还以为我待不久了 没想到 谢谢顾总您赏识我 如果方便 我想请您吃个饭 不知道 您能不能少这个光 顾总 我提拔你 是因为你工作能力强 办事效率快 是一个公司可以培养的员工 嗯 你不用特地地感谢我 只要继续努力工作就可以了 嗯 那顾总 您是不可以少这个光了 我今天有事 改天吧 有人吗 有没有人啊 救命啊 喂 有人吗 有没有人啊 救命啊 喂 有没有人啊 奶奶 回来了 景西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 他人呢 景西没回来 没有啊 你们俩不是一直在一起的吗 奇怪 这么晚了去哪儿了 什么去哪儿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们俩吵架了 奶奶 我们没吵架 你这个混小子 是你跟他吵架了吧 你们早上出去的时候 不是还是好好的吗 奶奶您别激动 我们没吵架 我激什么动啊 你给我说实话 你干了什么 我没干什么呀 我就是让他 当了一下清洁工 体验了一下 我们公司员工的生活 我有错吗 什么 你让他当清洁工啊 他可是我们神龙集团 总裁的夫人 他不是个奇才怪呢 你赶紧把他给我找回来 当他面啊 你要跟他承认错误 行了 奶奶 您别激动 我去找他还不行吗 你快点去 快点去呀 我告诉你 你要找回来他 你也不要回来 老师娘 您您坐下 这孩子把我气死了 你说 他让锦西干什么清洁工啊 你看看 本来两个人好好的 您先别着急 少爷一定会让少夫人 找回来的啊 也不知道锦西啊 现在怎么样了 这孩子可千万不要 出什么事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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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钱拿来我要打牌去 这是给孩子的学费 你叫什么学你 学有什么 学有什么用啊 学有什么用啊 我就想娶了你 爸爸 不要让爸爸 你去 你去 快小黑屋去 快 快 放开他 快 放开他 你快 你快 快 把钱拿来 快 快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这个何秦夕 不就是让你当个清洁工吗 怎么这么小气 难道想离家出走啊 清洁工 把清洁工负责人的电话 发给我 什么 谁啊 这么讨厌啊 谁啊 这么讨厌啊 谁有保险啊 我是顾锡成 是顾总啊 废话少说 我问你 你们部门有没有一个叫贺锦西的 您说 您说新来的那个清洁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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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让他干什么了 我没让他干什么呀 我就 让他打扫厕所 什么 卫生间 我告诉你程莎莎 以后全公司的卫生间 都由你负责 又有很多 只是 干什么 开门 放小人 яла 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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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贺景熙现在怎么样了 和我斗 这就是个开始 景熙怎么样了 邵夫人是因为受到了过度惊吓 来引起了魂决 我已经给他吃了一些 镇定的药物 醒来应该就没事了 不过以后不能再受到刺激了 平时啊 都给他吃一些安生补脑 镇定新生的食物就好了 好的好的 只要他没事啊 那我就放心了 刚才看到他那个样子 真是把我给吓坏了 老方啊 赶紧送到沈医生 是 谢谢老沈医生 沈医生请 慢走啊 静熙 李 你醒了 灰激 衣 能对 routine 吴风 non 天哪 是你救了我吗 傻瓜 你没事就好了 都是我不好 让你做清洁工 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我扶你起来 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其实今天的事情不怪你 都怪我自己太大意了 又小心把门给反锁了 我得谢谢你救了我 行了 别自责了 医生刚走 他说你没什么事就是受到了惊吓 多休息几天 这几天你哪儿都别去 在家好好休息 我 我不用休息啊 我明天就可以去公司上班啊 挺好的 那怎么行呢 这万一再遇到这样的事怎么办啊 我 不会啦 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 没关系 虽然呢 工作辛苦一点 可是我觉得 这几天过得还是挺充实的 不行 就算你要工作 也不能再做清洁工了 要不你做我的助理吧 我才不要呢 前一天还是清洁工 第二天变成了总裁助理 别人不知道在背后 说些什么东西呢 我可不懂被变成那些人 差遇反后的贪资 那你想干什么呀 我做清洁工挺好的呀 不过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 好 只要我能办到 我一定答应你 那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个助理 叫南宫琉璃啊 有啊 怎么了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 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 不要让他接近你 贺锦西为什么不让我接近南宫琉璃 难道 莫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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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醋了 喂 谷西成你到底有没有再听我说话 有啊 行了 你的心意我明白了 你放心吧 赶紧休息 嗯 啊 嗯 你猫咧 在这儿呢 谢谢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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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看来上次没有让贺锦西得到教训啊 还这么有精神 可是她现在还是个清洁工 这是不是说明 顾锡城 根本没有把她当回事 你说什么 你让你老婆当清洁工 本来我就想逗逗她 可谁想到这样 不过 我已经向她道歉了 我没听错吧 顾锡城 你给一个女人道歉呢 这事确实是我做得不对 道歉又怎么了 那现在怎么样了呀 现在我不让她来上班 她说她在家里无聊 非要过来 那你给人家安排一个 稍微轻松点的工作嘛 是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她不同意啊 她不同意啊 我的天哪 她有洁癖吗 登起无上瘾是吧 她说她不想让公司的人 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 想体验一下普通人工作的乐趣 还不让我暴露她的身份 那你同意了吗 那不然呢 那不然呢 喂 上阵 都听见了吗 没错 顾锡城被一个女人拿住了 死屠宿 没灭是吧 你把那我帮 把那我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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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小姐 马上就可以看到全新的自己了 不要紧张啊 来 插吧 这段时间你配合得很好 我相信效果会非常好 来 看看吧 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很好 医生 谢谢你 这次你的状况 没有出现什么异常 已经非常侥幸了 说实话 何小姐 你的皮肤状况 并不适合整容 如果再次动刀的话 恐怕以后就难以修补了 你放心吧 我不会再动刀 行 你能记住就好 好了 你可以出院了 不过你要记住啊 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呢 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好好地保护你这张脸 另外因为你跟常人不一样 如果你想要 长途旅行的话 我劝你再等一段时间 因为你现在这个伤口啊 外表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是内在呢 还没有完全修复好 我怕高风压力 会带来影响 我都记住了医生 你放心吧 行 你怎么办 陈主管 你找我啊 小 晓晓啊 喝不喝水啊 我不渴 辛苦了啊 工作 那个 晓晓啊 是这样的啊 介于你前段时间的表现 特别地突出 我呀 就跟上面申请了 以后啊 你只要负责总裁办公室 那一层就行了 其他都不用管 都不用管 谢谢主管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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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先休息一会儿啊 我先去忙了啊 那主管 你去哪儿啊 要不要帮忙啊 不用不用不用 我呀 就去打扫个卫生间 很快就回来 没事 没事 你一会儿就回啊 一会儿就回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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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扫卫生间啊 转着 小心啊 坐啊 坐 休息最重要 我先走了啊 你俩扫卫生间 进 顾总 这是今年各部门的财务报表 好 放这儿吧 这里面有几个地方 需要说明一下 我再给您说一下 可能需要点时间 您看 不用了 放这儿吧 等等 你刚刚说这里面有几十条说明 那你跟我详细说说 这都是财务部的 这笔费用我们现在看不到 这条你跟我说一说 明白了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一部分 睡的财务 对对对 是的 然后还有这一部分 您看一下 这个也是您签我字的 好 明白了 这一部分 顾总 还有 不用了 有问题我会找你的 你先出去吧 好的 顾总再见 嗯 嗯 吃饭呢 怎么啦 怎么了 奶奶 我今天不太饿 可能上班有点累 我想先上去休息一下好不好 那好好好 去歇会儿吧 奶奶您慢吃啊 好 真不吃了 我怎么看着锦西 好像有些不开心的样子 您是不是又惹她了 哪能啊 我怎么能惹她呀 锦西可是好孩子啊 你可不能欺负她 奶奶 我知道 现在她有您罩着 我哪敢惹她呀 那你还让她做清洁工啊 赶紧给她换点好的工作吧 要不然人知道了 那咱俩顾佳多没面子 我知道了 回头我就安排 来 吃个鸡腿 好 贺锦西啊 贺锦西 你跟南宫琉璃之间的恩怨 跟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才能让顾西长 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呢 贺锦西 烦死了 贺小姐 你委托我查的资料 我已经查到了 你放心 只要资料属实 全力气倒成 你们的动作总会这么快 都不用去当地调查 你说的那个方式啊 已经淘汰了 现在是信息时代 你不要小看我们侦探社啊 想查这种普通人 对于我们来说 这么容易 这位小姐从小到大的简历 基本上都在这儿的 根据网上的痕迹显示 她曾经有一位 相爱多年的男朋友 两个人似乎是从 高中时期就已经在一起了 经常喜欢秀恩爱 不过啊 她为了参加神龙集团 顾佳继承人的选戏大赛 倒是付出了很多 你看你手上那个资料 翻 停 就那一张 停 就那一张 根据上面的资料显示 她曾经做过流产手术 回来以后没几天 就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 现在的女人哪 真的是虚荣 为了钱 可以放弃多年相爱的男朋友 甚至连孩子都可以不要 男工琉璃 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秘密 如果我让郭继承知道 你的真悦目 我都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脸跟我抢 最近挺累的吧 要实在受不了的话 我提升你做我身边的助理吧 顾少爷身边的助理 已经不少了 不是刚刚也提起来 一个男工琉璃吗 哪还有我的位置 你跟他们不一样 只要你想 位置永远有 我才不去 看见那个男工琉璃 就不高兴 违白脸 你可别乱说 这个男工琉璃啊 工作挺认真的 而且能力也很强 顾西成 你是不是忘记你答应过 我要离那个男工琉璃 远一点了 我先声明啊 我跟他之间 只有上下级的关系 其他什么都没有 停车 干吗呀 还有一段才到呢 要是让他们看见 我跟你在一起 真解释不清了 你还是让我过几天 笑那日子吧 你再不停车我就跳下去 好好好 停停停 一会儿见 常副总 你来了 常副总 好 男工 听说你身助理吧 祝贺 谢谢 我那天也是一时冲动 还以为在公司 待不了多久呢 没想到结果 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以后还要常副总 多干账呢 好好工作 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 忙忙来把这份文件 交给顾总 好的 我们就是自己打黑衣 做小工 可以做小工 做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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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做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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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苏小姐吗 你是 什么也甭问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是一位 星赫的小姐让我交给你的 喂 苏芸汐 你收到我让人给你的东西了吗 收到了 可是 你给我这个东西干什么 我找人查了南宫琉璃 结果意外地收获 你把那份资料给顾西成 顾西成自然会来的 就要给顾西成了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要你干吗就干吗 要你干吗就干吗 你把那份资料给顾西成 顾西成自然会来的 沐玠 杯玠 好像什么意思啊 volte来 让你里边的是谁 那刀这什么名字 沐玠 走 进来 顾总 集团旗下的地产公司 受政策影响 资金无法回笼 我根据市场反应 做了一个方案 您看一下 想不到男工 能力还挺强的嘛 说来给我听听 来 顾总您看 嗯 嗯 对对对 九到十一月 随着园林和警官的建成 及现场行星的来关 我想一定会有新的影响 还挺在 是吗 我说你的报告 做得挺合我意的 我做 我自己看一看 你先忙去吧 好的顾总 那您看我先去忙了 嗯 不行 我不能直接把资料给顾西成 虽然男工琉璃没爱好心 可是我要这样做了 岂不是让她太没面子了 对了 对了 她还有个男朋友 我可以让她去学男工琉璃啊 搞不懂这个人有什么好的 一个两个的全都想缠着她的部分 不好意思啊 我迟到会儿啊 你还是知道来啊 有个女的喝酒非会给我较劲 费了点时间 好 会儿 啊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你约了我 我在等我拜拜 小姐 师傅带你去包包 不要 不要 我要再走开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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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你跟书上来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啊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不要 放开我 放开我 不过也要走 踢球去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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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把妈妈笑死了 对 你好 傅先生 你好 您先坐吧 好 你是 我想请您先看一下这个 你是谁 为什么要调查男工琉璃 你想干什么 傅先生 您先别误会 我是顾西成的妻子 我叫贺锦西 顾西成 沈隆集团那个顾西成 你是他妻子 你想干什么 我知道 南宫琉璃是你前女友 我相信你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 你能不能替我劝也劝他 请他不要再纠缠顾西成了 可以吗 你找错人了 我们已经分手了 那你也不能看着他侮辱歧途啊 他这么做是在破坏别人的家庭 是错误的 他不会有好结果的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 是个倔强的女人 是个倔强的女人 我 我阻止不了他 傅先生 我之所以先把您找过来 就是想给他留面子的 您该知道 如果顾西成看到这份资料 无论他怎么努力 都没有结果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把这份资料 交给顾西成 伤害到南宫琉璃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傅先生 傅先生 我的天哪 傅先生 又跟我说 这品牌 你怎么知道 还是找到这份资料 你跟着你 做什么 你觉得我 那是买来的 至于都这些资料 我给你的議員 我品牌 你不得给你 这种资料 我们永远是 衣服VI 还不出发 你也不得了 那我们叫好 那因为我们还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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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锡城 你就不能离那个南宫流离远一点吗 贺锦西 你这算是在吃醋吗 哼 我怎么可能会吃你的醋 大脸猫 我怎么看着锦西这些天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你是不是关心他一下 奶奶 放心吧 没什么心事 过两天就好了 过两天就好了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奶奶啊 我们俩之间能有什么事 就算有什么事 也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小情趣 您就别管了 小情趣 你浪漫得狠的你 奶奶您就放心吧 过两天之后就什么事都没了 说不定我们之间的感情呢 还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你们年轻人的事啊 奶奶就不管了 不过做什么啊 都得有个度啊 过了这个度啊 那就不好了 知道吗 知道了 堇准 看一眼 就找她 小园 兄弟 十五 刚才 compris 女郵 她说我 mettaya 她说copy 谁的感情呢 你们俩呀 你们俩有感情吗 贺锦西 你心里最明白 你是怎么得到 今天的位置 还不就是因为 你跟那条狗是一伙的呀 你回家是不是 天天把那条狗供起来呀 你说话注意点 你这么做 不会有好结果的 你一定会后悔的 我会不会后悔 你说的可不算 只要顾西诚愿意 你贺锦西 又算什么呀 顾总 你来了 南宫 请进 这瓶红酒 一会儿聚会的时候 一起喝 谢谢顾总 不错啊 虽然小了一点 但是很温馨 看得出花心思布置了 家里地方小 您别嫌弃啊 其他客人呢 是我来早了吗 不是不是 我刚上班两天 认识的同事也不多 所以就请两个要好的 他们等一下就到 顾总 您先坐 我给您倒杯咖啡 好 我再去哪里 咖啡 充满乐 大 这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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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你朋友来了 开门吧 开门啊 他们都是来给你过生日的 那您稍等 谁啊 又是你 怎么是你 怎么 不方便 琉璃 这位是 我是 他是我表哥 过来给我庆祝生日的 那正好 一起吧 你要是晚来一步 我们就开吃了 来 坐吧 今天是你的生日 对啊 今天还有生日 好 既然是你生日 那我祝你生日快乐 好酒量 好 说好得马上回家呢 骗子 好 好 这 你表哥怎么了 不好意思啊 让您先笑了 我表哥他脑子不好 而且不顺酒力 一杯就倒 你看 不就又喝了一杯 来 你表哥真逗 要不这样吧 你就照顾你表哥吧 正好我家里也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啊 顾总 改天请您吃饭 不用了 不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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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什么咳啊 没看见我在看书吗 不要打扰我 好 倒着看书 厉害了 我洗澡了 回家洗澡 那就是说什么也没发生了 行啦 醒啦 醒了就走吧 刘铃 昨天顾西成的酒里边 你是不是下药了 我下药了 你想怎么样 告诉他啊 嫁给有钱人 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顾西成他不是一般的有钱人 你知道我嫁给他 那意味着什么吗 我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 不用为每天的生活发愁 我可以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 傅伯雅 你为什么要阻止我 廖丽 你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为了能实现你的梦想 你可以放弃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可以不择手段地去勾引顾西成 甚至为了他 可以打掉我们的孩子 别跟我提孩子 刘铃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你了解他们吗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你这是在玩活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谁干的 是不是贺锦西 对 谁干的 奶奶早 早 我们上班去了 奶奶我们走啦 去吧 把衣服穿上 好 奶奶拜拜 方叔早 上班啊 方叔早 老夫人 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放心了 只要他们两个人啊 能这么一直好下去 你喝茶 别論了 告诉我 让你 moved 你呀 不自然 你的开心 您又是低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 顾总 这是常副总 让我给您的报告 放这儿吧 还有事吗 啊 没事 就是那天我表哥挺失态的 不好意思啊 没事 那行 顾总 那我先出去 您有事叫我 去吧 喂 上阵啊 怎么了 今天晚上一起聚会啊 带上自己的女朋友啊 女朋友 我上哪儿找女朋友去啊 你带你个老婆呀 她呀 不好办啊 这有什么不好的 挺好的啊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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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问问她 不接电话啊 不会又锁在厕所了吧 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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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锦西 锦西你没事吧 不过了 快下救火车 快 锦西 你醒醒 张医生 情况怎么样 顾少请放心 病人没事的 没事 没事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病人脑部受过撞击 受了伤 有轻微的脑震荡 所以有昏睡的情况发生 不过过阵子他自然会醒来 顾少不要担心 他脚踝上的伤 自然会痊愈的 休息几天就好 脑震荡 需不需要什么特效药 他只是轻微的 不会影响大脑的功能 行 谢谢您 张医生 您非常客气 我是应该做的 那我先出去了 刚到公司你的状况百出 真是够蠢的 我已经派人把少爷和邵夫人 接回来了 邵夫人的身体没有大碍 对了 沈医生说 最近这段时间 她会每天来给邵夫人做检查 她说邵夫人恢复得很好 从楼厅上摔下来啊 可不是什么小事 幸亏她年轻啊 对了 日子好 还是少爷发现得早 沈医生说了 如果耽搁的时间太长 邵夫人也许就没这么幸运了 我觉得这里面啊 没那么简单 锦西怎么会从楼梯上摔下来 我问过邵夫人了 她说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脚下一滑人就摔下去了 您有没有派人去检查过呀 您的意思是 这里面啊肯定有问题 你想想 锦西工作没两天 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觉得这背后啊 应该有人是针对锦西去的 有这样的事 你让人去调查一下 看看锦西啊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受的伤 是 还有 这事啊 先不要告诉西长 暗中调查就行了 明白 你 你 静西 等会儿 别动别动别动 你干吗呀 我下床啊 不行不行 你现在身体不好 奶奶说了 这两天你哪儿都不能去 必须在床上休息 快 躺好 不是 我先下这一趟 不行不行不行 躺好 你要想吃什么想喝什么 你跟我说 我让露露做好了送上来 没问题 可是我现在有点事 我一定要下去的 行了 你就躺好吧 有什么事我帮你做 好吧 顾医生我要去洗手间 你也能替我去吗 这个我真做不了 来 起来吧 慢点啊 没事 没事 我自己去 你确定可以啊 可以 她也要上厕所去 既然找人调查我 这个臭八怪私女人 我肯定是 那我来的事 我来的事